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忍无可忍 愤怒去捉奸 但用脚踹开门之后 我傻眼了 老婆叫方思思 26岁 长得肤白貌美 身材好 头发又秀长 可以说是属于大美女的那种 平时走在街上 都会有很多男人偷偷盯给她看 说真的 有她这样的美女当老婆 我挺用面子 不过 她的事业心很重 让我心里一直不舒服 我觉得 她既然跟我结婚了 就应该以家庭为中心 趁着年轻生孩子 可是 老婆她却一直说 她先以工作为主 等她生智加薪 工作稳定了 才会考虑生孩子的事情 为了这件事 她还特意买了礼物安慰我 我考虑再三 点头同意支持她工作 可前段时间 有一场大雨 我想着她下班不方便 就过去接她下班 谁知 她却很不高兴 车上 我问她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 谁知 她却说 以后你都不要来接我了 如果下雨 我就打车 我连忙问她怎么回事 她居然说 不想被同事看见 我有些生气问道 我是你老公 我来接你下班 这不是很正常 你为什么不想被同事看到 不想就是不想 她突然羞脑的吼了一句 我不理解 她好端端的 居然生气发火了 我甚至都从来没见过她发这么大脾气 我感觉 她可能是工作不顺 遇到什么糟心事了 就没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 她先开口了 她先给我道了个歉 说刚才是她脾气不好 然后跟我解释说 她单位空出来一个主管的位置 她有把握晋升 而且领导也主意她 我说能升职 这不挺好吗 等升之后就可以考虑生孩子了 不过 她却轻咬了一下薄唇 然后说道 我已经跟同事们说 我已经离婚了 我傻眼了 刚要开口询问 她继续说道 是这样的 要是我不骗单位 骗同事们说我已经离婚了 领导就会觉得我 还是随时有可能怀孕生孩子的 那主管的位置 也不会落到我头上 我听了她的解释 觉得也有道理 就问道 可我们不是说好 半年后就准备要孩子 老公 我明白你很急 可现在的生活压力这么大 我也是为了多挣一点 她说着 将手伸过来 轻轻拽着我 哄着我 等人家发工资 补偿你好不好 看着她那娇美的脸蛋 我心软了 气也消了大半 可是 晚上回到家 我想碰她 她却说今天累了 我很郁闷 等老婆去洗澡的时候 想看看她手机 意外发现 她居然把密码改了 她洗澡出来 我问她怎么把密码改了 她脸色一变 然后慌忙解释说 她最近和闺妮聊天 会聊到一些私事 怕我这个男人看到 所以就把密码给改了 我说 我又不看她和闺妮的聊天 老婆她却嘟着嘴 故意道 亲 男人 我闺妮那么漂亮 我才不信你 看着她这般俏皮的模样 我笑了笑 便没将这事放在心上 可后来发生了事 我才意识到 无论是老婆改掉手机密码 还是她说的 骗同事说她离婚了 不让我去接她下班 都是她布的一个局 从而方便她背着我 做出那种事 那天之后 老婆她每天上班前 都会细心打扮 本就漂亮的她 打扮起来更加艳丽好看 同时 她还开始买一些性感的睡衣 每几天就买几件 我很期待 可是 老婆她却一直不穿 我问她为何不穿 她解释 说是给闺蜜挑的 我感觉 老婆她是在骗我 因为她说的那个好闺蜜比较胖 所以老婆买的睡衣尺码 她闺蜜是穿不上的 那天 老婆上班前 又把新买的几件睡衣放在背包里 带着去上班了 我决定跟踪她 看看是不是如老婆她说的 是将睡衣带给她的闺蜜 离开家后 她直接去了公司 一直到午休的时候 她拎着背包出来了 身后不远处 竟然还跟着一个男同事 我脸色陡然一变 因为 我发现老婆走在前面 而她身后的那个男同事 手里拿着手机 似乎是在偷偷拍摄我的老婆 怎么回事 有人偷拍我的老婆 我的心中 顿时升起一团怒火 就准备下车 可下一秒 老婆居然转过身 对着那男同事笑了一下 然后又转过身去 踏着她那修长的腿 宛如一个模特般 还故意扭了扭 我的脑袋顿时一炸 难道老婆背着我出轨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 向着公司不远处 一家比较偏僻的宾馆走去 我脑海猛然一跳 老婆的背包里 还有几件性感睡衣 难道 她是要和那个男同事 我披上一件外套 连忙偷偷跟了上去 同时心里祈祷着 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可是 现实却狠狠给我一个耳光 老婆和那个男同事 进了那家宾馆 并且看上去 两个人很熟练 我气得面色抽搐 可却强忍着怒火 等了一会会 才进去那家宾馆 宾馆不大 就二十多个房间 又是中午 我花了一点时间 确定了老婆和那男同事的 房间位置 站在房间门口 听着屋内的动静 我脸色铁黑 然后猛地一脚踹出 碰 宾馆的房门 被我直接一脚踹开 带着无尽的怒火 我抱贺一声 方思思 啊 鹏飞 房间内 老婆很是慌张地 看向门口 然后用手遮挡住 她那白皙的身材 可是 她身上的睡衣 岂是用手能遮挡住的 在她面前 那个男同事 手里还拿了一个相机 一副皱着眉头地盯着我 怎么回事 谁啊 我瞬间暴怒 冲进房间 就要揍这小子 可老婆却连忙挡住我 然后说道 曹鹏飞 你别这样 你怎么来了 我回家跟你解释 我冷笑 回家 你还有脸回家说 这时 那个男的上前 对我喝道 你特么的水啊 和思思怎么说话的 碰 我二话不说 一拳头捶在了她的脸上 她是老子的女人 她似乎被我打蒙圈了 又或者是知道 我和老婆的关系 不敢说话了 可下一秒 老婆的反应 让我大呼吃惊 老婆连忙退开我 然后十分关心地 抬手去揉 那个男同事的脸 问道 张志伟 你没事吧 我老公他 他不是故意的 你老公 张志伟说着 盯了我一眼 然后对我老婆质问 你不是说 你已经离婚了吗 好啊 你们夫妻俩 合起伙来整我是吧 你要是说你离婚了 我也不会帮你这个忙 张志伟说完 拿起相机 就愤怒地要离开 我上去就要抓住他 走 你特么地不解释清楚 老公 我回去跟你解释 志伟 你先走 老婆拉住我 让他的那个男同事 赶紧离开 然后 他就要跟我解释 啪 我直接一巴掌 甩在他的脸上 他哭了 宾馆里 我站着 他蹲在那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 他眼睛红彤彤地盯着我 然后说 你误会我了 我和那个志伟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呀 我说着 眼神示意他身上 就穿着一件性感的睡衣 给他拍摄 改手机密码 呵 他连连摇头 然后跟我道歉 说他这样 是为了赚钱 他解释说 他大概几个月前 通过朋友介绍 拍摄一组照片 就能赚大几千 朋友说他身材好 长得漂亮 可以赚很多 于是 他就找到了张志伟 因为他会拍摄 他和他 就是单纯的拍摄关系 为了多挣一点 为了让我不用那么辛苦 以后生孩子 也能给孩子一个 富足的生活 他一边解释 一边哭 我虽然有些怀疑 可还是原谅了他 我趁机提出要求 让他把工作辞掉 换一家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头同意了 这件事之后 我原本以为 接下来的日子 会恢复正常 可有一天 我去接老婆下班 他同事无心的一句话 让我大呼受骗 原来老婆一直都在骗我 自从在宾馆 被我抓到后 老婆换了一个工作 也变得听我的话 还说要给我生孩子 回归家庭 工作简简单单就可以 我很高兴 同时也更加的疼他 不过 有时候我会问他 到底有没有 和那张志伟 发生过什么关系 他说 他绝对没有 而且 已经把他拉黑了 说着 他把手机给我看 我检查了一下 确实如老婆说的那样 我们变得幸福起来 没事出去小资一下 吃吃饭 逛逛街 那天 有一个新餐馆开业 我想着 带老婆去吃一顿 就提前去公司 接他下班 不过 老婆正好去洗手间了 我就在他的办公室 外面等他 这时 一个女同事走了出来 见到我之后笑了笑 然后打招呼 说我很好 会来接老婆 然后说他的老公 从来都不知心疼他 我笑了笑 说老婆要多疼一疼 家庭才会和睦 那女同事点点头 然后道 嗯 思思真的挺让人羡慕的 弟弟经常中午来送饭 晚上老公又来接 难怪皮肤那么白 弟弟 我文言顿时一震 我老婆 她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对啊 她弟弟家住附近 有时候就会送点饭过来 你不知道 女同事连忙问道 我尴尬一笑 然后嘴角微微抽搐 嗯 知道 就是没想到会经常送 和着女同事打招呼离开后 我整个人面色不好 弟弟 方思思有个屁的弟弟 他家就他一个 他是独生女 等他下班 他宠溺地跑过来 要我抱抱 然后问我 今天怎么想起来接我呀 你心情怎么不好 车上说 我回了他一句 等到了车上 我直接问他 刚刚听同事说 你有一个弟弟 还天天给你送饭 弟弟 他脸色抽搐了一下 然后立即一笑 说道 哦 小刘啊 他哪是我弟弟 他喜欢我的一个闺蜜 可我那个闺蜜 不怎么喜欢他 他就求我帮忙 我随口说了一句 让他给我送三个月的午饭 哎 这个事 我也是怕同事误会 就说是弟弟的 真的 我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真的 老公 你相信你老婆 他盯着我 丝毫不慌张地说道 好 那我们去吃饭 我宠溺地捏了捏他的脸 我觉得 他应该不会再骗我了 就这样 大概过了半个月 老婆怀孕了 我很高兴 把他当作公主一样的宠着 我们很幸福 至于他之前的事 我也没有再提 第二年 孩子出世了 两个 老婆他给我生了一儿一女 龙凤胎 我都高兴坏了 摸着老婆的额头 说一辈子要宠着他 他点点头 可是 我却渐渐发现 两个孩子中 儿子却不像我 虽然长得像他 但是 却一点都不像我 于是我那天随口说了一句 儿子不像我 谁知他很生气 说都这么久了 我没事还阴阳怪气地说他 让他心很受伤 还有 女儿像爸爸 儿子像妈妈 你看女儿 不是和你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他对我哭着道 我点点头 嗯 是我不好 我不该这样 我以后不说了 你发誓 好 我发誓 我点头 但是 一次 我带两个孩子去游乐城 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和我聊着天 看到我的两个 孩子后 对我笑道 你这男孩 是你亲戚家的 长得挺俊的 我儿子啊 当然 长得俊 我说道 哦 你儿子 不好意思 你女儿长得和你很像 可儿子却是不怎么像 不好意思 他说道 没事 我尴尬一笑 然后过了一会 我带着两个孩子 离开了游乐城 我让两个孩子 站在我的面前 看着一儿一女 我陷入了沉思 毫无疑问 女儿长得像我 可儿子 记得两个孩子出事的时候 儿子比女儿中了足足两斤 医生还打去 说生是先怀的儿子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亲子鉴定 并且瞒着老婆 免得他知道了 又要跟我闹 在不安的心情中 等了一段时间 鉴定报告出来了 我人傻了 我不敢相信 明明是龙凤胎 可女儿是我的 鉴定报告上 说儿子不是我的 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晚上 我将鉴定报告 摆在老婆面前 她看到鉴定报告之后 整个人很气愤 说我不相信她 居然背着她 去给孩子做鉴定报告 我语气平淡 说 你把报告打开看看 老婆打开鉴定报告 看了足足两分钟 然后一脸惊讶 不 不可能 我 我 所以 当时的那个弟弟 到底是不是小刘 还是说 你和之前的张志伟 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对他质问道 他哭了 对我道歉 说他那时候是一时糊涂 没想到生的龙凤胎 居然是两个男人的孩子 他到这一刻 都不太相信 接着 他说那次在宾馆 被我捉住以后 就主动把那张志伟 给拉黑了 可是 有一天 张志伟找到了 他的新单位 说是给他送饭 由于当时 同事们都知道 他有老公 所以他就谎称 这是他的一个表弟 然后 他和张志伟 又恢复了关系 不过 他却看着我 然后强调说 老公 我是爱你的 我和张志伟 是他用照片威胁我 照片 看来你和他当时 有拍摄别的照片 我冷嘲地说道 他沉默了 不敢接话 看着他这般 我谈了一口气 道 一个谎言 需要无数个谎言 去弥补 所以 离婚吧 他听到我的话 看着我 然后默默点头了 他知道 我是彻底地死心了 再或者 他明白他自己 这么多年 撒了多少个谎 他也累了 过了几天 我和方思思离婚了 女儿归我 儿子归他 我们的房子 卖了以后 按照离婚协议 七成的卖房款归我 算是他对我的亏欠 离婚那天 他哭得很厉害 我没有安慰他 期间 他还试探地问我 能不能挽回 我摇头 态度坚决 然后反论了他一个问题 儿子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你觉得呢 还是说 以后的日子 你打算继续用谎言来过日子 后来 我听朋友说 他和我离婚后 去找了张志伟 但张志伟已经结婚了 把他痛骂了一顿 我听到这个消息 并没有多少的情绪波动 我觉得 一切都是因果 现如今 我带着女儿生活 又认识了一个女生 25岁 人很温柔漂亮 说起来 也是缘分 她是女儿的幼儿园老师 我和前妻离婚后 女儿有时候会哭 是她在学校里安慰的 一来二去 我们就熟悉了 然后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我对她很坦诚 她也如此 我相信 我和她 和女儿以后的生活 会很幸福 下去 人生很漫长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一开始就有谎言 以后的日子 将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弥补 然而 谎言如指 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角点击订阅 下角点击订阅 下角点击订阅